好的那准备上课 我把QQ给关掉了 这里呢我也顺带说一下 那个我星期五 星期五明天还收听 这个直播就今天讲 星期五的话呢 我一早上我就去机场了 那么星期五的话呢 我就没有时间给大家一起看盘 那么应该在下午 下午的话 我在飞机上 我做东方航空的 他飞机上能够上网 我在飞机上跟大家空中直播 空中直播 OK 那么群里面的话呢 大家就和谐共处 和谐共处 大家有什么话 互晾互浪 那么自己每个人的话呢 把自己管好 不要去管别人 因为有时候的话呢 一些话语的话呢 可能会引起一些误会 一些误会 就像正作标 反作标一样 正作标这样看 反作标又是那样看 这个大家注意 然后另外的话呢 因为确实大家如果真的是 能够能够给点面子 给点面子 有空的话呢 在大的一群 大的二群和大的三群 也参与一下那些问题的交流 有一些确实有一些 很惨的一些网友 他可能连学费也交不起 那么的话呢 他们可能也有些小问题 会在大群里面问一下 那么大家去参与 交流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把机密 秘密说出去啊 不要秘密说出去 因为在教的 说的就在那个什么 我们那个黑马王子老师 说什么教学相长嘛 对吧 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其实大家也能够进步 很多人就问的问题的话呢 你可能没想到 哎呀这个问题 我可以怎么想思考一下 这个也是一种进步的过程 那么在我去北京 这几天的话呢 那个我们群里面的方号啊 那个会当然我们的临时的班长啊 那么盘中的话呢 如果是有一些问题呢 他会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啊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高手啊 我只是临时临时指派一下方号的一个一个一个工作啊 谢谢谢谢支持 谢谢支持 大家的话呢 盘中 我再说一下 大家所有的交易 自己决定买和卖 不要问别人 应不应该卖 应不应该买 那么你的计划是什么 今天今天确实啊 我落说几句哈 今天确实盘中有个同学问啊 问啊 这个票要不要卖 啊 问同学啊 或者说问我 那么我正常来说哈 就问我的话呢 可能还好一点 我能够就说给大家一个建议 那么问同学 同学很多时候不好说的 如果说说错了 那么你又会什么想法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大家最好自己做交易 做好计划啊 那么正常来说 目前这种行情不是大牛市 有展厅板给你 OK发红包 展厅板一松 你就先减仓 对不对 那么你觉得这个票还不错 你先降个仓位没有问题 你只是把一部分仓位降掉而已 又没有说让你全部抛掉 那么其他的你手轮线就OK了 轮线不破 你就持股到尾盘收展厅板 如果大盘一不好 再破人线 你就全部扔掉 那么这个计划很清楚 很简单 而且你也很主动 掌握主动交易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展厅板你松 你不卖 人线一破你不卖 从10%跌到三个点 你问这个票要不要卖 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很纠结了 你想卖了吧 你又不甘心 你不卖吧 他打绿盘了 你怎么办 所以的话呢 交易计划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已经学了方法了 学了思路 学了逻辑了 好吧 那么就OK 就说到这 好 那么准备开始今天的课程 我开始录屏 书标掉出来 温过而之心 学而实习之 不管大家的基础怎么样 那么重新我们空杯形态 再来一次 大家好 今天的课程是展停板战术实战 那么我们会开始会围绕展停板 给大家做课程的一个深入的一个分析 好 那么各就各位 我们就继续开始 珍重声明 此课间内容仅用于量学云奖谈平台播放 仅限于付费学员学习 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个人和平台禁止录像 禁止录音 禁止在网络上发布分享 如有为者将追究法律责论 这是微信公众号 大家同学还没有少的可以少一下 多支持 多点赞 有文章多转发分享 OK 还有一句话是什么 正能玫瑰 手流于香 谢谢 好 那么今天展停板的话 就是会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 那么第一 展停板 那么枪和展停板 展停板和枪 刀过来的 展停板和枪 枪和展停板 然后呢 展停和枪 那么这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 那么阴线的战术 我们不讲战法 我们讲战术 战略和战术 我觉得战术这个好听一点 比战法要更高深一点 好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 展停板 天天大家同学都说 要展停板 要展停板 那什么是展停板 怎么理解展停板 那么展停板分类 分什么类 我们哪些是我们能做到的 那么不能说 不能说你一直一年到头 一个展停板 也没打过 那么就会觉得 这个展停板有那么神秘吗 其实没那么神秘 其实没那么神秘 好 我们先看一下 理解展停板 那么首先展停板是什么 展停板的话呢 在市场中 因为我们A股 在95年 不是95年 应该是97年之前 是可以 是不封顶的 上不封顶 下不封顶 那个时候的话呢 跳楼的人特别多 今天涨个三四十 然后你追着一买 第二天 跳空 滴开 砸盘 滴个四五十 一两天就被套了 特别是有些 什么借高利贷的呀 所以那个年代 特别特别多 跳楼的 真的跳楼的 不是假的 然后后来的话呢 国家就是控制这个风险 然后把展 展停 电停板都控制在10% ST国的话呢 就是在5% 那么展停板到底是什么 因为展停板的话呢 在我的理解哈 展停板就是资金 推动的 也不是我的理解 市场上就是这样子 展停板要封板 也就是说 所有的卖盘 它全部通吃 通吃 有时候用几万手 十几万手 十几万手 什么意思 十万手 就是一 十万手 后面加两个零 就是一千万股 如果这个票是 十块钱一股的 那么就是一个亿 那么这么大的资金去封板 那么一定是主力所谓 那么就是大资金 在所在干的这个事 但是他 做这个事情 背后有一个 简单的逻辑 就怎么说 就像说 大街上 我跑出 快来看啊 我有钱啊 我有一个亿啊 就这个意思 就让别人知道 他有一个亿在封板 其实他这一个亿 没有花出去 为什么呀 这一个亿 他封板了 没有人卖 他这一个亿 还是他的 他只是挂了个展停板 并没有成交 那我的意思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通常哈 是出现在哪里呢 通常是缩量展停板 缩量展停板 然后的话呢 非常大的单子在封板 那么缩量展停 是属于主力控盘的一种信号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又封展停板 没有人去卖 为什么呀 展停板10% 干嘛又卖呢 不卖的 那么这个时候主力呢 又拿很多之类去封板 其实主力是不花钱的 表面上是花了很多东西 其实是不花钱的 他只不过今天借一个 今天拿着这一给我 我去封个板去 封完了 明天再还给他 明天跳空高开 那明天一高开 那么到晚到晚到夜 晚上12点以后 你其实不用晚上12点以后 也就是没有成交这一个月 就是这个当天成交已经结束了 就大家理解这个东西 有用的 跟着我思路走 听 那么如果说到了网上 这一个月结束以后 那么第二天再高开的时候 如果说再封板 还有一个月 那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主力没有跑 对不对 那么他还拿了一个月 继续封板 假如说今天一看 哎呀 十万手风荡 很牛 很牛逼 那么第二天一个高开之后 哎 不封板 你就很奇怪了 你昨天这么大进行封板 今天不封板 你什么意思 结果盘中出现砸盘了 那你就知道 这就是那种 有着手把经常干的事 所以的话呢 暂停就是主力说 我来了 但是的话呢 他来了并不意味着 他会给你连续拉板 真正连续拉板的看 你去看 没有多少 三千多支票 就那么几支票而已 几支票而已 而且连续拉板的票 很多时候拿不住票的 拿不住票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要理解暂停背后 暂停第一 它是市场很强 而且的话呢 它是主力所为 但是的话呢 它又是最凶狠的一种 那么他拿暂停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暂停板的位置不一样 如果说是下跌之后第一个板 那么它是属于跟风 吸引跟风者 让人来关注拉这个票 或者说制造一些心理情绪 制造心理情绪 那么从制造心理情绪来说的话呢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暂停板 多数暂停板的用途的话呢 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么就是我们这些所说的 一个票 跌下来之后 拿了一个暂停板 那么比如说在这里 有这里有套路的人 那么对吧 那么一下套路30% 那么如果说暂停板上来之后 那么这个人就很 至少当天很开心 哎呀 终于一个板 有希望回本 结果呢 第二天一个高开往下一砸 这些人就扛不住了 或者说第二天直接冲到板 再砸绿了 像我前天说的那个票一样的 砸绿了 那么这种人的话呢 就扛不住了 如果说他没走 行 那我再冲一下 再往下一砸 那么这些人基本上 成马就交出来了 那么这种就是主力用暂停板 去制造市场的情绪交易 因为每个人买和卖 都是有一个情绪来决定控制的 包括我们的交易计划 也是由情绪来控制的 包括我们所刚刚所说的 一个票暂停板 对不对 暂停板了 那么暂停板 拿着没问题 因为什么 因为他封板我很安全 我情绪上 我觉得他没有问题 但是一打开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去卖 因为我们担心他往下跌太多 这也是一种情绪化交易 但是的话 我们的情绪化的话 能够转化为交易计划 也就是你松板没问题 对吧 我先减一点 减一部分仓位 然后我守这个均线 守这个人线 对吧 只要你盘大盘 大盘没有大风险 那么你的也没有大单扎下去 你弯着弯着横着 那么你尾盘难封板 也有可能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你 大盘也不好 他往下砸 那么你就先再减一部分 或者走也行 这个就是交易计划 和情绪的一种关联性 关联性 所以的话呢 很多时候 我们要把情绪化的交易 把被动转化为主动 就是交易计划的一个逻辑 就在这 那么这个吸引跟风者 其实就是 有些时候阻力的话 他需要拉伸的时候 他需要拉伸的时候 那么有资金来跟风的时候 那么他已经建了仓了 主力建了仓 很多有这样子的 大专小专配合 也就是说 说好了 我建了仓 然后的话呢 谁来点火 拉伸 那么一点火一拉伸 一点火一拉伸 那么这里是吸引跟风者 助推 天天助推 天天助推 差不多的位置 就主力开始横盘走 就是跑了 那么再往下砸出来 那么这暂停板几种 这里文字比较多 就是把这个思路理解一下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案例 看案例 OK 那么 这个是宏达矿业 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家一起 共同经历的这个票 有同学做 有些人就没做 这个不重要 但是最起码来说 我们是一同见证的这个票 那么当时 我们再注意回解一下 理解一下 就理解党停板这个意义 为什么当时我 我会看这个票 而且我会买这个票的原因 我再重复再讲一次 首先第一点 大阴往下砸盘 我们看看是哪天砸 这天砸没有货的 没有量的 没有量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一天 主力自身是没有筹码的 上面可能是下跌下来的 主力有仓 主力要出逃的话 那量能一定会很大 所以的话 这种下跌就是主力用一点点资金 就就就砸下来了 那么砸了之后 他第一次 第一次拿筹码 这是第一次拿筹码 拿筹码之后 因为他拿筹码 因为很多有同学问过 就拿筹码之后 老师这么买 他拿了票 为什么就还就不涨 不会的 因为他可能还要拿更多的筹码 他继续收集筹码 那么看后面第二天缩倍 缩倍这一天就告诉你了 这一天地板撬开打上去 买的这些所有的资金的量 是这么高 但是第二天缩倍 你不管其他的 你就看量 这一天进去的量 和这一天的量比 这一天是一定没走的 一定没走的 对不对 那么后面就根本没走过 明白没有 好了 那明明下面没走过 你就不用管了 我看又是一只板跌停下来 然后你看一下 一时二时三时四时五时 老师 哎呀老师这个 这个张怎么会跌百分之五十啊 这很正常 很正常 你看这个量量能去比 举个例子 这里是买了十个苹果 啊 那么这里的话呢 你看这个对量 我这里买了一百个苹果 或者买了九十个苹果 那么你比一下 那么成本肯定是在这里嘛 这里只占十分之一的成本 没有多少的 成本都在这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阻力用 啊 往下砸 这种砸多 把空间砸够了 砸出空间 重新再建成吸筹的过程 好 那么注意看这一个 这一个跌停板啊 那么这个跌停板的话 那当时也是一只板 往下跌的 那么这个一只板 其实这些抛盘哪里来的 一只板这些抛盘 还是原有套牢盘的人 原有的人套牢的人 那么那些人套牢以后 一只板跌停的时候 只有一种想法 就是卖票啊 啊 这个这个是没有 这是恐惧情绪 啊 暂停板是一种情绪 跌停板也是一种情绪 暂停板是一种贪念 跌停板是一种恐惧害怕 那么今天跌10% 明天10% 后天10%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会一个想法就是 一大早就把票挂在这里 希望被 希望被阻力买掉 啊 虽然你是很不情愿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阻力就OK买了 开始买了 注意啊 那么 这一天的量啊 我会分析细一点啊 分析这个阻力的逻辑思路 我们去看 你看这一天的量比前面的量要大 啊 好 那么也就说 阻力在这里拿了货 没有赚钱 好呢 又砸到这里 那么这些筹码是亏了50%的 你想亏了50%很多的 好 当时的话呢 他这里是拿了对等的筹码 啊 拿了这么多 那么成本的话呢 他就算到这了 好吧 这是第一天 第一天 好 那么第二天看 第一天 他是这一天哈 第一天把往上 冲上去 冲到高点 再收回来 好 然后第二天 第一开在这 第一开在这 再冲个板 再冲个板 所以的话呢 这两代的成本的话呢 其实都在这个附近 这个附近 那么他的成本的话呢 应该就就再再降 可能降到这了 我们就简单的 这个按比例算就可以了 好 但站到这来了 那么到这以后 你可以看一下 那么主力拉这个板 他赚钱没有 他不可能赚钱的 为什么呀 他买了这么多筹码 10%这个地方 他怎么赚钱 他至少还没出货呀 好吧 理解啊 好了 那么也就说 这三天主力都没赚钱 对不对 那主力没赚钱 这一天又封板 又是个暂停板 那么封板这一天 他还是要用钱去封啊 那么他也没机会出货呀 所以的话呢 主力就一直没走 一直没出货 那么成本 今天你看这天 他封板了 也是主力自己干的 那么成本又在这个附近 那么他的成本的话呢 就就就 就还又回到这个附近来了 那么也就是 前面整个这一部分 主力拿货的成本 就在这个附近 那么这里不可能 获利出货的 好了 那么这一天的话呢 是一个 讲音真阳 然后的话呢 是一个 这个放量没关系 这个放量没关系 这种放量没有关系的原因是什么呢 老师你不是说背好吗 这个不说背也没事 为什么呀 因为你已经分析清楚 主力的成本在哪里了 就在这个附近 这个附近了 好吧 所以的话呢 没有关系 那么至少一点 你知道主力拿够了筹码 那么主力拿筹码以后呢 你说老师拿筹码 都是在涨啊 不会的 不会的 他要重新再洗盘 再洗盘 那么他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往下洗盘 再继续洗 继续洗 就洗下来 因为洗下来 你看没有量嘛 对吧 都在这里拿着 但是的话呢 我们说过 凹的本质是什么 是主力与非主力的筹码交换 也就是说 在这一段时间的话呢 他不断的利用高低点震荡 高低点震荡啊 可能去会去摊低成本 等等 不管他 至少来说我们知道 第一 主力 坚长吸筹了 对不对 第一步嘛 第二步 主力洗盘了 对不对 没错吧 第二步 那么第三步就是什么 第三步就是A 主力控盘了 这是一个缩量的 相比哪里 相比这个位置 缩量的 对不对 好 我把线画一下 好 还是一个接近平量 接近平量 跟这个接近平量 还是一个二口平量柱 那么这个位置过风 有同学说 什么 看桥啊 什么 看量过风啊 等等 意思是一个 就是一个意思 就是一个意思 那么 看桥是 老师用的一种新的名词 去让大家理解 更好理解 那么我们能够按 最原始的来理解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缩量过风 那么缩量过风 就是什么意思 正常来说 风就是有压力 为什么 因为风有套牢盘 对不对 但是这个 轻轻的一放量就过去了 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人 由空头转为多头了 没有抛盘 那么由空头转为 过多头的话 没有抛盘 说明什么原因 说明这个阻力是谁 这个阻力就是 这个砖 那么这个 这个板 没做到 那么第二天是肯定可以买的 肯定可以买的 那么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那么今天 今天这里出掉了 今天这里出掉了 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把刚刚所说的 暂停板是什么 暂停板 就是主力告诉你 我来了 制造了市场的能器 焦点 那么这种 你有这种思路和思维的情况下的话 你再去分析这个票 主力在做什么事情 这里就属于在抢筹 抢筹之后 收集筹码之后 再洗盘 洗了一个凹 对不对 那么我们用 那三问 三问 主力来了没有 主力吸筹没有 对吧 洗盘了没有 空盘了没有 那么就轻而易举的 把整个东西就 窜起来了 那么这个位置 自己看 这个位置 那么有没有空盘的迹象 虽然说 A这里是有下引线 但是A的话呢 A不是看下引线 A不是看下引线 A看的是哪里 A看的是他过风 那么前阵形的话呢 其实走的是挺好的 挺好的 应该这里是 我这里没发现 好像是有 应该是有精准的 这个位置 有精准的 有的 有精准的 最重要就是这个 果风 这个大的 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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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种暂停板 我们是能够去做 而且是要 敢去做 要敢去做 好吧 那么这个 从这个票里面 充分的去感受一下 暂停板到底是什么 有些同学就说 我一年拿不到 拿不到一个板 或者一个月拿不到一个板 因为他选择票里面 就没有一个板 都是小的那种 K线价注 一个板都没有 所以的话呢 那种票 他就没有板 不可能会有板 再啰嗦一句 就是怎么说呢 就暂停板 就是主力 用最快速的方法 去收集筹码 跌停板 是用最快速的手法 去砸盘之后 砸盘之后收集筹码 他砸盘不是目的 他收集筹码是目的 注意啊 任何一个跌停板 你发现以后 你要知道 主力砸盘了 砸盘不是他的目的 他砸盘对他有什么好处 没好处的 他砸盘之后 才是他的目的 明白没有 那么这个逻辑很简单 但是没有这样去想 你是不会这样去创的 所以的话呢 展停板是什么 展停板的意义是什么 那么大家就能够加深了 就已经加深了 好 我们再往后走 那么展停板的分类 展停板分类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新股上市 展停板 大家都知道 那么有些票的话呢 停牌了 停牌原因是什么 被人收购了 或者重组付牌展停 那么还有其的话呢 今天突然说 哎呀 明天 比如今晚出个利好 说哎呀 这个公司跟腾讯签了个大单 或者跟阿里巴巴 马云签合作了 被收购了 那么这种也是一种 这么利好 或者说今天业绩 爆一出来 放了十倍 然后的话呢 这种是属于 这两个是属于 相当于题材性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属于新股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在主地建签之后 拉高拉高拉高 拉高之后的展停 就像我之前做 那个那个那个 中信国安一样 拉高出货的展停板 拉高出货展停板 那么 就是建仓吸收展停 就像刚才的 刚才那个案例一样的 吸收建仓吸收展停 还有种话呢 就是启动拐点展停 刚才的案例也属于 W2启动拐点 也属于 然后的话呢 它正好也是 突破拉升的拐点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还有一些就是 那个像今天的吃心股 吃心股底部 刚刚所说的那些票 复盘的时候看 就下来跌下来跌下来 突然一个板 那么这种的话呢 就是属于油脂 油脂合力拉的那种那种板 那么这些板里面 哪些板我们是能做的 哪些我们能做的 新股上市 除非你中签 你没中签 不要做 做不到 那么 存组付牌 你有就持股 没有就做不到 重大利好 有持股 没有做不到 拉高出货的 不去参与 除非你能够把握好买卖点 那么建仓吸收展停 我们能够参与 能够关注 能够利用 那么启动拐点 暂停 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来 它的真假 如果说一个横盘横盘 下来一个暂停板 那么这个位置 你就观察了 这个位置 这个板我还不能参与 我再等一下 等它打个右风 再回调回马枪 我再找机会做也可以 对吧 那么 启动拐点 这拐点的话 你看是W2的 还是W3的 还是说过风的 这种拐点 那么突破拉升的话 也是属于这种 突破这个位置 或者突破凹间峰 也属于一种 突破凹间峰 也是属于一种 如果说 下来之后 这里没什么压力 直接突破右风的 也是属于一种 那么现在目前 这种比较少 比较少 因为都是压力 都是压力位 或者说 鬼马枪再起来 那么又是一种 也都是突破的 突破拉升的 那么 这个就刚刚说了 那么所以的话 我们能做的 就这三类 那么你知道 这三类以后 以后 什么重组 付牌 暂停 这种票 你看都不要去看 因为那种票 我跟你说 有同学肯定做过 看消息 看题材 这个票明天 付牌 重大利好 你买 你买个七八个点 一追 结果第二天 就给你重高 砸下来了 有这样的 甚至他可能 本身就是一个 主力在 重组之前 就知道了消息 很多有 很多的 从组之前 就知道了消息 好 停牌了 主力的成本 在下面 横牌已经出的货 差不多了 停牌了 一副牌 充高一个打听板 一买 啪就下来了 很多这样的 好吧 那么 我们就 自己记住 自己记住 就是这三类 其他的 以后看到之后 不要管 也不要花精力 去理他 好吧 那么这种 也不管他 就这三类 因为这三类的话 能够把我们 所学到的所有知识 全部串起来 全部串起来 就能够让你在 这个花花世界里面 过滤掉很多东西 就像大街上一样的 一百个男的 一百个女的 但是的话呢 都穿了女性的衣服 有一些就能腰 能腰 但是你如果说 四个女 抱歉 并不是针对女同志 举个例子 就是大街上 你说找老婆 一百个人腰 一百个女孩 你怎么选 你不会选 不会判断 你见个美女过来 你就跟她谈 就问电话 结果呢 你是在泰国 是个人腰 把你吓一跳 所以的话呢 你要选择性的 选择性的 好 我们再往后看 好 那么说完这个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说一下 枪和暂停 先有枪 再有暂停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些所说的金枪 金枪 那么我们在思路逻辑上重新梳理了一遍以后 那么在思维大脑里面理解起来应该会更好理解 那么 我们用几个战术技术要点加息者和那个错误的案例 成功案例也有错误的案例 都回来讲一下 好 那么战术逻辑 金枪的战术逻辑 就是说 它是什么用在什么环境下会出现的 金枪的话呢 就是主力抢筹建仓 清洗佛筹之后 啊 这个是之后 金枪就说主力抢筹建仓 起盘之后 出现的一个相对控盘 啊 然后的话呢 是有计划 主力有计划向上拉伸突破 的时候的一种试盘 那么金枪就是这个试盘所产生的驾驻形态 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是一个 那么主力的话呢 在这里可能在这个地方啊 跌下来之后 在这里抢了一支筹啊 斩停板枪等等不管啊 不管他 那么你知道你主力抢就进来了 然后呢 重新做了一个凹建仓 洗盘 对吧 那么相对控盘之后 比如说这里 哎呀 摆地数量很好 关屁股一个这里出现一个 关屁股的没有上影 没有下影线的一个枪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种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金枪啊 再重复一下啊 主力抢筹建仓 吸筹洗盘之后 相对控盘之后 主力有计划向上拉伸突破 他向向上拉伸突破 突破这个压力位 的一种四盘动作 如果这一天四盘 主力认为没有压力 那么他可能会继续拉伸 如果说他四盘 这一天有了压力 结果还砸漏了 砸了个下影线 他第二天一定不会拉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抛盘太重了 所以的话呢 如果说出现一个 没有下影线的一个枪 在特殊的位置 洗盘空盘之后 那么他才是这个 我们所需要的枪 以后不能见到个女孩 就说你是我老婆啊 所以的话呢 有标准 有标准 好 这个这个应该说得很清楚了啊 好 那么技术要点 形态特征 位置性质和基因密码 好 刚刚我们说了 架住枪的形态特征的话呢 第一 上影线要缠啊 就是之前举过的一个例子啊 那么这是一个房子啊 这是一个二楼 这是一个一楼啊 这是一个门啊 那么里面的话呢 躲了很多人啊 警察去抓贼 去抓贼啊 抓下没人 楼上有人 但是的话呢 那个警察又不敢上去 如果爬楼梯上去的话呢 怕被人砸死 然后呢 他就拿一个枪 捅啊 捅 捅几个大窟窿下来 那些人就 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那么这个枪 就是这个 影线的意思 那么上影线要缠 要有一定的实体啊 要有一定的实体 架住呢 没有上影线啊 没有上影线 那么 或者上影线小于1%啊 这个上影线很短 很短 不能太大 太不能太大啊 小于1%啊 越短越好 没有最好啊 越短越好 没有最好 那么枪高度的话呢 最好是能够 打到7%以上为加啊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啊 最好的 那么看位置来 那么成交量的话呢 要求放倍量啊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一天捅筹嘛 把那些人都捅出来了 量也出来了啊 捅出来了啊 量也出来了 这是形态特征 形态特征啊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有倒替音 对不对 那么 倒替音出来了 然后的话呢 第一次下去 看这里 在正常洗盘 这里很多的 很多的 你看 一个阳一个阴 一个阳 一个阴 两个阴 又一个阴 又一个阴 又一个两个阴 又一个阴 啊 这种洗盘 其实这个 这里洗盘 已经是很凶的 你看没有 有这连续的 一个两个 三个假阳 一个假阴 啊 不 三个假阴 一个假阳 一个假阳 那这是假阳嘛 说错啊 这个是假阳 蓝色是假阳 啊 这种是假阴啊 这种假阴 就是说 这里已经有过一次洗盘 对吧 那么这里 这个不是强啊 这个不是强啊 你看这里有下颜线的 这个比较长 像以前肯定不是的 那么而且的话呢 它这里只是个W1而已 我们也不要 我们刚刚所说了 它在它 下来建餐 你看 拿了筹码嘛 而且本身这里 就是属于筹码 收集的过程 所以的话呢 它这里建餐 然后的话呢 再洗盘 你看这小碎阳 看见没有 小碎阳对不对啊 我们吸筹密码里面 有提亮 对不对 有背量 对不对 都用起来啊 吸筹密码都有的 那么说背量 是不是洗盘呢 假摔呀 对吧 都是都是 那么这里 你看又有个假音增扬啊 那么这里的话呢 出现了一个枪 那么这个枪的话呢 量能很温和 很温和 为什么 你看 它打过了前面 看见没有 打过了前面 但是没有 很大的抛盘 量能很温和 那么 所以第二天 看到没有 第二天低开之后 没有下颜线 就往上抽 所以的话呢 就能够拉起来 比较比较属于比较困盘的一种 比较困盘的一种 那么这个就是最典型的金枪 最典型的金枪 它的有几个后面还会 我们后面讲 后面讲啊 这个再重复一下 重复一下 就是说 刚刚我们说的几个要点 第一 上引线要长 对不对 很长 第二呢 实体要有 对不对 那么没有下颜线 或者下颜线非常非常短 这是一丁点 一丁点啊 那么枪的高度 百分之七 这个一定是百分之七以上 我看过的 那么成就量 方便量都符合 都符合 也说这些都是给大家总结好的东西 因为我们是通过市场的规律 很多年的一个 真的是实战出来的东西 不是说你们自己能够去想到 而且要不你们去测试啊 去去验证啊 需要很多种方法和时间 而且我们是石盘打出来的 好 那么位置定性 一 不是一 这位置定性 第一点 一定是出现在洗仇 回调洗盘之后 就是刚刚所说的 W2的位置 就是洗手洗盘之后的位置 那么这是W2 这是W3的位置 那么呢 它是攻击 枪间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打过左侧的压力位 枪间攻击 打过 要打过 最好要打过 最好要打过 没打过不行 原则上是这样子 那么当然有极个别案例 那么特殊对待就可以了 那么打过 主持压力位 那么这个打过 凹间峰 那么这个的话呢 突破的话呢 你要打过这个 最近的这个峰 要打过去 要打过去 那么这里等打过 一起打过最好了 然后的话呢 他要把量承接过来 要放量 要放倍量 最好是放倍量 那么首先我们说过倍量 倍量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比前一天增量 增量一倍 就是主力所为嘛 对不对 那么主力又所为 又没有下引线 又控盘 又打过风了 那你什么意图啊 对不对 你跟我说出货 你出货还冲高 让别人去解套 你出什么货啊 不可能出货 对不对 而且是建厂洗盘之后 你出货吗 出不了货 你也不是出货 那么你不是出货 你做好了吗 不是 所以的话呢 你就要上去 OK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市场中 大家以后多学 多做多问 你是出货吗 是不是 你就问自己 是不是出货 不是 你是好人吗 是好人 为什么 你帮张三解套了呀 这很多张三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要多去想 多去问 好 那么水平左侧 有枪打过压力位 刚刚也说了 好 好 就这样是水平左侧 一定要是水平左侧 达过 这个位置 好 我们再看案例 好 那么这个案例的话呢 是再看一下 第一 跟刚才案例不一样了 另一个了 是不是另一个 我忘了 我看一下 是不是同一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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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起来很像 我都 我都怕 从一个又讲重复的东西 你看 这个是苏肯 苏肯农发 601952 看这个 这个不是 这是罗宾同态 然后你说 你老师很像 怎么一样的呢 不是呀 你看 所以说 跟大家总结说的很简单 第一 你看什么 有没有倒梯音 有没有 有没有吸收密码 还有有吸筹 有没有洗盘 一定又有吸筹 对不对 你看 踢量 背量 对不对 那么又有睡羊 又是吸筹 又W2 对不对 W1W2 都出来了 拿了也拿了 洗也洗了 吃也吃了 缩量也有了 这一天 而且本身就是一个 没有下引线的羊 就已经告诉你空盘了 对不对 那么第二天 出现这个枪 下引线有 不长 这个枪的话呢 放了量 打过这边了 对不对 那么后面就上涨了 这个就很轻而易举了 打到这个位置 左风压力位 调控缺口 先减仓 那这个不跟减钱一样的吗 那么这个回调 不参与 不参与 那么后面有没有起来 那不管 至少来说 你这一波能做到 你不是说10% 我们之前算过 你一周 一周 只要3% 一年可以翻四倍 比如个公司 我会发达的评论 给大家自己算 一个星期 3% 一年可以翻四倍 想一想你以前 不要说你翻四倍 你赔40%都要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不一定要天天 在市场里面天天天天买 天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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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权公司就开心 好 那么按刚才的四个要点来说 就怎么 就第一 这没有下引线 下引线后很短 对吧 然后那个量也有 打过风 这个最基本的要求 好 你再往后看 好 那么这个是另一个 也是另一个 另一个 另一个案例 那么 吸筹了没有 有吸筹 对吧 然后呢 前面呢 也是有被量 也有 对吧 然后这里的话呢 是这个位置 怎么说 这个量 这个量 这个突然一点 走得不 不是 感觉空盘不是那么好 然后呢 虽然下来 然后你说老师这是W1 这是W2 是 但是你看一下 这个倍量 是倍量吗 是 但是呢 它没打过 看到没有 它没打过 所以就下来不好 还有一点的话呢 它这里是W几 而且的话呢 它是1 2 3 4 5 第五个阳线 我们看看刚才那几个案例 你看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出阳线 就看刚才那个 另一个 这个的话呢 是拐点之后的 第二个阳 那么 这个呢 拐点在这 缩量阳线在这 对吧 这里是空盘 缩量阳线 那么 我们昨天说过 空盘 它并不是说 一空盘就空到天上去 不会 它只是在阶段性的位置 空盘 阶段性位置空盘 所以的话呢 空盘 这个说法的话呢 应该没有人这样说过 我是头一个 空盘是阶段性空盘 不是永远的空盘 所以以后不要注意说 老师你说空盘了吗 空盘怎么又往下砸了呀 阶段性空盘 比如说 空盘老师怎么 你看我套在这里了 怎么办呢 你说空盘的 阶段性空盘 说了好几遍 那么 这1 2 3 4 5 这是第五阳 我们说了 三阳不开仓 那么这第五阳 更加不能做 而且它又没打过压力位 所以你以后 说出了这种枪 你就要先过滤一下 过滤一下 而且你说 它是W几 如果你说 这W的话呢 这里是一个 对不对 这个可以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呢 就很尴尬 W3存在这 你说这里呢 你就 这就不是买点了 所以的话呢 它后面就是下跌 跟你也没关系 就 大家注意争扁 注意争扁 而且 你就算你今天买了 首先我们刚刚说过 枪 真正的枪 是阻力 试探上弓 而且后面 要跟着上 才是真的对的 但是你买枪 第二天就出现一个音 直接干掉了 又不对了 就不对了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它洗盘 感觉不够 还要往下洗的 这个 依向思维 去理解 好 那么这个票 那么这个票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吃心股 吃心股的话呢 开盘之后 这里是一定 阻力是没赚钱的 那么这个量 怎么来的 那么一定是 有人买 有人卖 你不管谁买 谁卖 但是一定不是你 这么量 你买不出来的 那么一定是阻力的 好的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字板开盘 明白没有 一字板开盘之后 往下砸个大音线 那么这一天 你想一想 谁去买 这一天 所有中签的人 只有一个想法 就卖票 你 我们在做的 所有的散户 简称中小投资者 那么我们也不会去买 为什么 大音线 我才不会去买 不会去买的 对不对 都不去买 那么谁去买的呀 那么肯定是有主题 在接货的 那么他接货以后呢 再慢慢的吸筹 你看这个地方 有量吗 没有说背下来的 假摔 这里再换手洗盘 有没有 阴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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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这种 然后呢 一小碎阳 结果的话呢 再无量挖 看到没有 这个量很清楚 很清楚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抓就一直在里面 拿筹码收集 收集把成本探低 都是把成本探低 天天做T呀 你看天天做T的 这个地方百分之十 做了一个多月 一天两个点 那就不得了了 然后到下面出现倒提音 这种是很标准的 一个倒提音 然后的话呢 这里 这个板 这几个板枪的话呢 其实就是属于洗盘的 洗盘的 用暂停板 这种极端的方式 你注意看啊 只要以后见到 第一个板是没有亮的 你就知道他在搞事情 只要见到第一个板 没亮的 这种票 千万不要追 第二天给你的话呢 也不要追 你不要论意说 老师这个数量板好 位置定性质 这种是底部第一个板 这种板是洗盘板啊 那么这种票千万不能追 不能追 你追了就套你 就套你 那么你就知道了 OK好 这是洗盘板 洗到这个位置 然后的话呢 这里呢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吗 板枪 暂停板架枪啊 那么这是说背下来啊 那么这里就是洗盘 这里往下洗 结果他很强 洗到这个地方不漏了 看到没有 不漏了 A柱 注意看 A柱这个枪 小背昂 符合 没有下引线 符合 对吧 然后那个枪 也打过重要的位置 打过重要的位置 因为怎么 因为这一天啊 这一天是打过了一次 这一天 这一天打过一次的 明白没有 因为本身这个枪 是就是主力干的 他刚刚打过了一次 那么这些所有跟风套的盘 在这一天是一定会卖的 而且是一定会卖 为什么要一定 因为我已经给了两个暂停板 给你这些了 我们所有同学 如果你拿了个票 套了20% 你看从这里 10 20 30 三个格子 如果你套了30% 给你两个板回本 打到这个位置 冲高 往下的一拉 你们没有一个人 不会卖的 都会卖的 那么谁这么好心 那你解套啊 那么我们想 主力拿了筹码 在洗盘 那你们锁餐之后 他又洗盘 让你们解套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属于 打过压力位的一个位置 好吧 那么回来之后 他能够控制盘面 从A柱开始知道 他控盘了 没有像一线 没有抛盘了 那么你就知道 A这个枪是好东西 那么第二天 低开 没有下引线 或者很短 那么就可以干进去了 那么主力的话呢 其实他把成本探低以后 那么他其实 筹码拿得很重的话 他拉只要拿个短线 短线拉个板的二三十 他都够了 他都够了 比如说他这上面举个例子 上面他买了五千万 举个例子 那么慢慢过程中 又慢慢收集 收集收集到了一个亿 举个例子 五千万 收集到一个亿 那么一个亿 涨了百分之二三十 那么他赚一个 赚三千万 很了不起的了 很了不起的了 好 而且从形态位置上的话呢 他这里就是 左侧压力位 就是左峰 对吧 那么这里的话呢 类似 类似于 打不过 凹右峰 一样也出来了 那么这里还是也是个回马枪的位置 对吧 回马枪的位置 好 那么这个说的应该很详细了 很详细了 好 那么 金枪的 他有基因密码 也是有几个的话 那么 还是按几种 因为我们说过 枪一定是用在 阻力吸筹 洗盘 控盘之后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一定不要忘记 一定不要忘记 这个是 因为是先有枪 出枪之后 我们再去做的 所以的话呢 他最好是出现在拐点 有摆地啊 缩量阳盖音啊 然后那个玩牌啊 这些可以参考啊 那么枪 在枪之前 如果说 有过净准回踩 有过平量柱 有过背量不穿 甲音阵盐也有 然后缩量阳盛 或者缩量321 那么这些都是好东西 好 我们再看 好 那么你看哈 像这个枪一样的 那么 A柱 是一个缩量板 对不对 那么这里是有跳空的 一个跳空 两个跳空 接近三个跳空 那么这里的话呢 是个急杀 急跌 急跌很好的 急跌我们应该说过 联姻 联姻来笑开怀 什么意思 联姻中间 你会告诉我 老师 我在今天这一天买了 你会买吗 不可能的 这一天买吗 不可能的 你们价低 你会去买 不会去买 也就是说 这一天没有人买 表示什么意思啊 表示没有张三 张三哪去了 张三没来 张三在上面 那么这里的话呢 既然没有抛盘 那么上去的话呢 又会很快 又会很快 这个就是个真空区 或者说一只板 跌下来那种也属于 也属于 好 喝喝水 大家也喝喝水 好 那么继续讲 那么急跌之后 A柱出现一个缩量板 反包 很强 那么这个位置 我们不买 不买 而且你当天 掌听板没出来 你也不敢买 掌听板出来了 你想着 哎呀好买 想买 但是你也不敢买 因为你 因为你 肯定想不到 市场中也很少 这个票 你不要想到你运气好 他说我就运气好 我买了 他一定会这样上去 不可能 你运气好 就不来这了 你就买六合彩去 不不不不 买六合彩 买福利彩票 好 那么继续看 B柱 B柱是什么 B柱是一个小备眼 吸筹 对不对 当时的话呢 他也下引线 看见没有 下引线很长 说明什么 说明有抛盘 不稳定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你可以理解为 他是做了一个凹 好吧 好 那么这是W1的话 这是W2 但是我们看一下 W1在这 W2没破 是不是后面没破过呀 那么还行 还行 那么C柱的话呢 是一个微增量 阳胜 但是呢 C还一个小尾巴 如果C后面 没有出现尾巴的话 那么还可以 C第二天又出现一个尾巴 说明什么 还不控盘 还不控盘 那么就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 走到哪一天 诶 注意看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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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一片没有尾巴 看见没有 狐狸尾巴不见了 狐狸尾巴收起来了 脚滑脚滑底 然后E柱 E这里 看见没有 是一个平量 平量柱出现 就相对控盘开始了 相对控盘开始 你看这个位置 然后呢 就精准 然后F柱 看F柱 F柱什么 是不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平衡位 缩量 摆低 观察平衡位 那么在G柱 出现了一个 我们要的枪 这个枪 打破了这个平台 而且注意 这个枪的量呢 没有出多少 对不对 又没有下引线 说明什么 没有抛盘 是不是控盘了 是 好 赞低板给你两个 恭喜 好 我们再走 当然这里什么 缩量三一 缩量缩倍 那么这里也是缩倍 这些都属于 阻力控盘的一种表现 就倍量伸缩 也是属于 阻力控盘的一种表现 好 我们再看这个 那么这个 这个 不是这个 这个案例的话 我们看一下A柱 首先下跌之后 A柱跳空板 这个板 刚刚这个好像 刚刚说的这个案例了 刚刚说的这个案例 细节就是 第一 A是一个平量 平量柱 平量柱跳空板 一字 这基因解读 那么这个位置 就出现了一个 有控盘的迹象 主力控盘的迹象 那么在这里的话 一直不破 一直不破 那么当时这里还有抛盘 只是在洗盘 这里有抛盘在洗盘 那么阻力相对控盘之后 它再拉起来洗盘 那么就是在F柱 F柱这个地方 出现控盘的 刚刚说的 又是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吧 那么这个就过了 就这样已经讲过了 那么交易细则 就是强弱分析 买点分析 和卖点分析 那么强弱分析的话呢 就是按正常走势 就是低开后向上收阳线 站上前前收盘架 也说站上前一天收盘架 就收阳嘛 大于昨天收盘架嘛 前一天收阴嘛 通常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如果是洗盘的走势 如果说这个枪 第二 如果这个枪 重说一下 第一个正常走势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枪向上筒 正常的话呢 是向再上涨 再上涨的 再上去的 那么这里是洗盘之后 出现一个枪 那么这是正常走势 那么洗盘走势呢 就说 比如说洗盘走势 那么这个枪的话呢 它出在这个位置 不是出架势 在封口 那么这个位置 是洗盘的话呢 就吃力的话呢 是向下出腿的 那么这个就是水洗盘 就有一点像 我们所说的 双剑八天地 但是真正双剑八天地的票 真的非常少 所以的话呢 没有针对这一个双剑八天地 去做分析 因为没必要 因为其实都在我们的逻辑里面 又风回调洗盘 咋不如回马枪嘛 对吧 就这个东西 因为回马枪呢 是我 在在伦大早几年 读书班上讲的 然后的话呢 后来大家就全面推开了 推开了 所以的话呢 在我讲回马枪之前的话呢 双剑八天地是比较多的 然后现在的话呢 讲回马枪比较多 然后我们再看 失效走势 失效走势的话呢 第二天 也就是这个枪的第二天 第二天 它不上去 不上涨 不上涨 它也不下去 就是一个小阴线 横板 横板 横盘 横盘 那么这种的话呢 就是出阴线洗盘 这是属于失效的 我们要的就是第一种 好 那么我们看这个 那么这个票的第二天 看是正常的 这个枪的第二天 是 滴开 滴开之后向下打 然后呢 收阳 这个属于正常走势 但是的话呢 它有个问题 第二天又出现了不控盘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一天 还有人没走 那么这一天的泡盘比较大 说明的话 看到后面你看 后面 所以的话呢 又洗了两天 所以说市场上控不控盘 我们是通过盘面上 能够看到的 如果说一个枪出现之后 你看到这一 这天有尾巴 不控盘 再等等 那么这一天出现一个 平量 看见没有 像以前也没有 OK了 一个高开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 喜欢者是去看这种 这种就是 因为这个 这个不属于 这个是影线比较长 而且的话呢 也是12345 这也是我们不要的 而且的话呢 它这里也是 又类似于一个右峰的位置 这个我们是不要的 影线表现不属于 那么你看都有影线 不太控盘 那么这个位置也不做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不属于 我们要的东西 这个假阳线 那么我们要做的 就是等回马墙洗 这就是一个 类似一个回马墙洗盘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刚刚所说的那种 双剑八天地的那种 洗盘的位置 那么双剑八天地的话呢 一定是出现在 右峰拐点的位置 向上洗 向上 向下踩 确论 然后呢 一个跳空 这种 这种也是一种标准组合 就是说双剑八天地之后 出现一个跳空 这个是第一次讲 第一次讲 大家可以记一下 双剑八天地后出现跳空 就是一种确论 那么这个就 这个案例就讲到这 就讲完了 好 那么 这一个 那么这一个的话呢 前期看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右峰 这里是出现一个右峰 这个右峰的靶 也可以往下洗 但是这里洗盘 二一位洗盘 其实 就说这种洗盘啊 洗盘空间不够 才五个点 感觉 你看收盘价还在这 其实洗盘 效果不好 好了 那么 A座这一天 确实啊 是缩量打过的 对不对 缩量打过的 出了个枪 那么 正常第二天的话呢 应该什么 可以低开 低开打一点点 再上去 这是正常的 但是第二天 你看 低开之后 向上之后 马上打下来了 那么这个就不对了 就不对了 好 好 我们再看 好 那么买点分析 当天尾盘揭露 第一餐 或者 第二天 低开 打下一个点 站稳之后 再看餐 或者 吃日过前一天的开盘价 什么意思 比如说 今天收个枪 对不对 那么尾盘 你觉得盘面好 明天大盘也OK 风险系数不大的情况下 当天尾盘可以打一部分仓位 没有问题 如果明天低开 轻轻的往下打一点点 不要超太多 那么起来 打过 再加餐 打上去 冲高不拔 把这一部分卖掉 昨天剪的就抛掉 持股就OK了 就这样子 那么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好 我们看 那么刚刚这个案例 就是 就是什么 就说 当天的一个枪 当天你给他买 那么第二天低开之后 你守这个价 如果点数不多 两三个点 你看能不能守住 如果能守住 你就守 如果你说你说 这个简直不敢守 那行 那你别买 那么就等 等这一天买 这一天买 这一天买 过顶 过顶打 过顶打 而且要求是下引线 不能太长 过顶打 那么这个枪也是一样 低开 下引线不太长 然后呢 过顶打 过顶打 这个就很简单了 一样的 一样的 好 卖点 卖点的就是 最近左锋卖出 或者第二天踢出 这个是个左锋 对吧 那么枪买了以后 涨涨涨 打到压力位就卖 这个卖点都一样的 跟这个 你有太多关系 直算卖点都是一致的 一致的 好 那么错误案例 这个错误案例 好 错误案例看一下 首先错误案例的话呢 有几个地方要看 第一 它是从这里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打到百分之八十 这个位置 那么这种票的话 短期不好做 而且它是 接近前高的位置 那么这种位置的枪 一定不要做 一定不要做 虽然说 它打到了这个位置了 但是也不要做 就这么简单 就这一个理由 涨幅过大 短期涨幅过大 这个音量看到没有 看一下是哪一天 你看这个 这个对吧 这个音量太大 套的能太多 因为有买有卖 这一天 主机是卖了 但是还是有人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不能在这里买 是失败的案例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 那么A柱呢 是一个不太空盘 对吧 然后呢 第二天才出现一个空盘 但是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位置 其实这一天 如果A柱 如果是空盘就好了 这一天是不空盘 那么第二天的话呢 是 第二天 第二天是个假阳线 你看 第二天是个假阳线 就有问题 不是主机真正的一个阳线 假的应该是尾盘拉的 那么的话呢 这里 这一天才算是空盘 才算相对空盘 重复一下 这一天不空盘 假阳拉了一次 洗了一次 那么这一天出现一个缩量阳 缩量阳是空盘最好的一种 还有下引线没有 也是最好的一种 那么这一个条线高开 条线高不好买 那么当天尾盘是可以买的 那么 这种枪就不能做了 123456 如果说这个地方买的话 那么就没有什么空间了 因为这个空间已经有20%左右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也是错误的案例 那么这个票的话呢 就是离前期高点太近了 原因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离前期高点太近了 因为这里再上来 空间不大 空间不大 你看对没有 注意看 注意看前面的量啊 前面的量都没下来的 这一堆量哪里下来了 没有下来 所以的话呢 这种票啊 这个位置也不能坐 也不能坐 好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啊 就是已经 已经是一波 已经是一波拉伸之后的 也是我们不要的 也是不要的 而且它的扇影线肯定很短啊 肯定很短 而且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在大幅涨之后 我们有不要的 好 那么 那么这个 这个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符不符合 这个符不符合 首先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是下接之后 对吧 那么前期有一个凹 所以有个W2 对不对 好 那么这种票 假如说你当天做了 你当天买了 那么第二天 要求它滴开之后 向上啊 盘中要求是这样子的 如果滴开之后 往下打太多 那就不对了 就不对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买了 第二天怎么做 这里看不到 没有没有那个案例 没有那个案例 这是另一个案例 没有看了 算了 好 那么像这个票 那么这个票的话呢 也是你看啊 他的呃 他这个票有个问题 什么 这个票的问题 还不在一起 他这个票的问题 在于量能筹码没下来 注意看啊 量能筹码没下来 他的问题在这 所以的话呢 很多时候啊 大家呃 不能够单独 单纯的从公式 或者说从个股上去找 找找买点等等之类的 啊 还要观察他的位置 他的位置 主力在下面根本没还没有吃饱饭 吃那个吸筹 所以的话呢 他这种拉伸上去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的 而且的话 他本身就打到前期压力位附近 啊 这里没打过 啊 你说这里擅长 他在哪 他还还在这里 还上不去的 啊 好 啊 错误案件挺多的啊 就是当时找出来就给大家看 那么这种位置也是不合适的啊 一波大声涨幅之后 前期高位有压力啊 好 快点走 快点走 好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刚刚说了 搞定没过 好 刚刚说的是枪和暂停 那么现在说一下 暂停和枪啊 反过来 先有枪 然后呢 抓后面的暂停 或者说抓暂不停啊 是不是板 不知道 但是至少还都能涨 好 那么我们要看 先有暂停 再看枪 那么板枪啊 板枪的战术 那么招数逻辑啊 都可以讲一下 啊 58分钟啊 我们超时是很正常啊 不超时不正常啊 不过 不过这样讲的话呢 就是内容多 那么我们可能计划在下一期 我们会增加啊 时间 也就是说 呃 比如说这次是一个月的课 我们下一次的话呢 可能会把课排的会更合理 呃 可能会排啊 两个月或者45天 那么我会更加细致的把一些战术的一些细节给大家讲的更透一点 更透一点 因为确实啊 大家一个月学了很多东西 但是的话呢 呃 我也是想教给大家更多的东西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确实哈 呃 我讲太多了啊 大家学的不透 好心 好心啊 我是好心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板前战术 还是那句话 第一 阻力进来没有 第二 阻力走没走 第三 阻力控盘没有 没有 啊 没有 不是没有 有 进来了 好 走没走 没走 空盘没有 空盘了 那请找外点买嘛 啊 逻辑就是这么简单 好 战术逻辑 啊 阻力砸盘 挖坑 开始建仓 然后呢 用极端的手法引诱出套牢盘抛出啊 那么以暂停或者连续暂停在30%之内啊 结合长枪制造心理压力 诱导原有持股者抛出筹码 达到建仓卸承的目的 好 啊 还有 然后呢 重新开始进行震荡洗盘啊 在确认阻力成本区间之后 我们重新利用 我们重新利用 洗盘回落进行低息 这样我们比阻力成本低啊 在阻力相对空盘后 在阻力进行拉伸突破之后获利了结啊 这就是暂停背后的阻力意图的体现 啊 就这几句话的话呢 就把这个思路说完了哈 那么啊 这个案例的话呢 是15年啊 这个是我15年的时候 因为还没有开始讲云讲他的课嘛 然后的话呢 呃 我是在之前想到这个案例 我把这个案例拿过来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啊 那么在15年同样的是试用的 试用的 那么我们注意看一下 这里前面连续一字板 有没有筹码拿 没有拿筹码 对不对 这是最高量 对不对 好的 也就是说主位在高位建仓 相对高位建仓 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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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里封板 封板 然后的话呢 注意看 也就是这三次封板是要钱的啊 也就是这三次封板的筹码 基本上主力还是在收着的 然后后面 这里就出现了没封板的迹象 但是你看一下 后面的量呢 其实没有超过他 看见没有 他的量没超过他 没超过他 然后的话呢 又震荡洗盘下来 下来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啊 是有出货的迹象 啊 短线出货的将肯定是有 因为这么长时间 主力肯定会会会减长出货的 但是的话呢 一定没没走完 没走完 那么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之前课上面应该有说一个 一个一个什么 一个细节 比如说啊 我们找前期的一个 一个位置 比如说很简单 就我们就说这吧 好 这一个平台 跌破的时候看一下 这个量是大不大 其实不大的 其实不大的 平量 不算太大 不算太大 那么 这里的话呢 有这个 这一部分平台的量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个音量其实不算大的 也就是这一天止损的难度话呢 并不是那么多啊 那么也就是上面还有很多套牢盘 而且还有一部分主力自己的 那么连续下跌 跳空 滴听板 一字板 再拉滴听板 注意看 那么 这一个量是底部最高量 那么这一天的话呢 就是主力在下面收筹码了 看一下多少啊 呃 这里我就不说 我就从这里开始算吧 从这里到这里 一时 二时 三时 四时 五时 六时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之后 出现了一个这么大的底部最高量啊 这个底部最高量啊 这些字 这些字啊 是 一五年写的啊 这些字是一五年写的 不是我现在写的啊 一五年写的啊 论坛铁子里面都有 一五年的铁子都有 我发过铁子这个图 那么这里就是主力拿货啊 那么就是利用跌停板和一字板 这种心态 让人拿货啊 让主力自己拿货 拿了货 第二天 你看 缩量打了一个 又打了一个板 这一天是展停板啊 这展停板 可能快打了出线 跌停板到展停板 那么 在这个区间的话 又出了一个枪 看见没有 这个枪 看见没有 我圈一下啊 就这个位置 就这个 这个就是这三个柱子 这三个柱子 这三个柱子 这三个柱子的话呢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板枪缩背啊 板枪缩背 这个组合是手板手枪加手缩背啊 三个手 那么这种组合的话呢 就是主力抢劫的一个筹码收集过程 那么只要发现这个之后 那就知道了 主力告诉你 我来了 OK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后面主力就会洗盘 那么洗盘之后 就会出现类似于凹的东西啊 那么也就是这里呢 是属于抢筹码啊 抢筹码的动作 那么这里的话呢 才是开始进入洗盘了啊 好 那么在凹底看一下 这一堆量里面 这一个这一个量是什么 这一个量是主力拿筹码的量 对不对 那么这个单阳看 单阳看 那么这个单阳看之后 这啊 当时我还没有那种 做那个假阴真阳的公式 那么你这一天啊 这一天 这一天一定是个阳线 所以的话呢 下面的量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个红量 这个是个红量 啊 那么你告诉我一下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底部的 底部的这个阴 当阳看啊 那么这里又是个假阴真阳 这一天啊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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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整个一眼望过去 下面全是红量 谁能告诉我主力在这出货 不可能 那么就一个理由 就是主力拿货 好了 那么主力抢筹 洗盘 空盘没有呢 找个空盘的位置看 有下引线 有下引线 对吧 那么 哎 看见没有 又出现了一个平衡位 注意啊 刚才有几个案例出现了 平衡位之后出现金枪 是很好的东西 很好的东西 好吧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当时 15年 当时我开始讲回马墙的时候 反正你们在论坛上面 在哪里看到回马墙 应该源自于我这里 原创在这 你们跟着我就是原创 好 那么你们自己 就看这个案例 后面会怎么走 是不是地长 所以的话呢 你看后面这个 当时就在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第二天跳空高开 一步拉起来了 那么至少来说的话呢 这里到这里 一时二时级 因为这里到前高了嘛 到前面的压力位了 前面压力位了 所以的话呢 这里一定是有阻力 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现在的思路 用现在的案例 和几年以前的案例 都是通用的 通用的 因为市场的逻辑 永远不会变 如果你只学一个战术 一个招数 没用的 没用的 所以我们 我们群里面 那个诚信 在之前那个 之前的某个 那个地方学了 他就知道 学了一堆战法 用不好 没用的 好 所以呢 我说什么 手中无剑 心中有剑 这是后面 后面 后面在高位 拉了 拉了 拉了起来了 拉起来的 刚才在这嘛 刚才在这嘛 好 那么这个横盘过程中的话呢 有没有出货呢 这里有一个大音量 对吧 但是这个的话呢 当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有地板 撬地板的吸货的动作 然后的话呢 还没有明显出货 这个还是个缩量 看到没有 你看这里又来了一个空盘 走的还不错的 还不错 好 那我们再看 板枪技术要点 形态特征 就是刚刚说过了 手板 加手枪 加手缩背 最好是缩背 最好是缩背 那么而且第二天的话呢 最好是能够跳空低开 因为我这画的比较离谱嘛 你看 这是阳线 收旁架在这 那么不一定跳空 跳空这么很不会的 有些的话呢 就挑一点点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没事 但是一定要跳空低开 最好 主力主动向下起 那么就是下底部的话 一定是下跌完之后 下跌之后出现的这种形态 手板手枪 加手缩背 这个东西也是 你们在我这场上听见 听到没有其他地方 听不到了 那么次高开单枪 就是这一天 高开单枪 那么第三天跳空 缩较一 三一二一 缩背最好 缩较一二一也勉强 好再走 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的话呢 是你看哈 手板对吧 手枪对吧 这个枪啊 这个枪没有过多要求 没有过多要求 只要他有向上拉伸攻击动作 就可以就可以 有些时候的话呢 有些时候的话呢 他的 怎么滚滚 好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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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时候的话呢 他的枪没那么长 也没问题 而且有些时候的话呢 他是直接高开之后 往下砸了阴线 也没问题 你只要知道准备在干什么 就可以了 啊 那么就是手板手枪加手缩背 回调准备干啊 那么我们今天有几个同学做这种票啊 他给我也说了 然后那个非常好啊 那么回调准备干就是找低点买 那么在哪买 那么确实呃 有技术要求 也就是要求啊 那这一天是一个数量版啊 那么这一天你能不能买到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在这一天的话呢 也是有机会的 这个的话呢 就要利用分时量波的技术 所以说量柱选股啊 那个量先选价 量波选时 量波是抓手 量学确实是量学里面的那个最核心的东西 啊 枪枪武器用的很好 但是你开枪的捕捉的那个瞬间 好不好 狙击高手 你学会了用枪 学会了怎么去找位置 测风速 对吧 测一下有多远 调距离 但是的话呢 敌人离你差两米远的时候开枪 还是离你差一米远的开枪 那么这个最重要的东西的话呢 确实还是有点技术的 所以为什么说 王志老师那个量波 没有出输呢 他只能在北京讲啊 所以的话呢 我我倒不是鼓动大家去学 就是说你真想把大学学好 那么有时间的啊 也不差学费的啊 去学一学 其实没块事 因为我们已经都这样过来的啊 反正我是去过很多回了啊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是量 也是学员嘛 也是学员嘛 然后呢也是去学啊 呃 叫学费去学一次 然后呢 因为他负训是折两千块钱嘛 然后不用不用什么学费 就负训呢 就经常去啊 去多了 就自己都总结啊 慢慢的就就就成长起来了 当然还还是有一些自己需要努力的一个过程 啊 说偏了啊 不说了 说这 那所以的话呢 这些手板手下收拾备 那么早地点买啊 早地点买 这里没买到 这里再买啊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这里这里的话 这一方这种地方我一般不不喜欢做啊 这种地方的话呢 不想做原因什么呢 就说他短时间涨幅有点大啊 真正说从下面开始上的算的话呢 你一二三四五百分之五十 也就这一部分的话呢 已经是主力出货的 不属于建仓 主力快速建仓在这 快速拉伸在这 因为你看 这些地方没有筹码的 这一个筹码就是下面出货的啊 所以说看到这种票以后你就知道了啊 这种地方打下之后 做个短线赶紧走 后面就不要了 后面就不要了 好 那么形态特征啊 这个是刚刚说的是正常的哈 这是变态的变态怎么就说 他可能中间会隔一个再出一个墙 再洗盘啊 只看图就可以了啊 其实这里这里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不用看 就中间可以隔小阴小阳 可以隔小阴小阳 也是视之为 那个洗盘啊 这不用看啊 就看看图这个OK的记号 就板枪之间可以隔阴线 小阴线啊 小阴线 或者说他出两次枪 出一次枪 再出一次枪也可以啊 看的位置 好 你看这个 这个就属于这种啊 因为他正好是在右风嘛 对吧 那么右风 这个位置 因为他第一天生板 对吧 展厘板 没能出货的 对不对 第二天说背啊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一天跑的人很少 而且调的也不多 对不对 那么第三天再出个枪 再洗一下盘啊 再往下踩一下啊 你看这边又有点像 双几八天地嘛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枪的话呢 写得稍微弱了一点啊 稍微弱一点 那么第二天再踩一次 那么再再出现一个啊 你看看 是不是又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数量啊 阶段性的数量 然后呢 跳空高开啊 就上去了 好吧 位置电线指啊 出现在首个下跌低点啊 啊 板枪出现在这种地方 还有呢 出现奥间风 还有的话呢 是出现奥右风啊 我这里就没话这么多了哈 就是说这个板枪出现了位置啊 就这个意思 一个是底部下跌第一次抢筹码 第二个呢 是奥间风洗盘 第三个的话呢 是奥右风突破洗盘啊 就这几个位置 好 那么像这个 这个就是出现在下跌第一次 对不对 第一次板枪 缩背啊 这个接近缩背啊 接近缩背 那么回调下来啊 第一点是不会破的 不会破的 而且前期的这个量呢 很明显 对吧 那么就OK了 所以的话呢 又精准彩线 对吧 这又上下彩 然后的话呢 你看这里又来个 看见没有 又来一个比较小的东西 啊 还是可以的 那么又精彩线 那么这一天 好买点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出现在刚刚说的 右风位 右风位 好 右风位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 也是啊 类似于WR的位置啊 类似于WR的位置 然后刚刚说过 这种枪的话呢 有些时候的话呢 啊 它弱一点 会弱一点 啊 因为它这两天 搞了两个假音增扬啊 那么假音增扬 天牛在涨的意思 就是说在凹底 出现假音增扬 这种东西 就是好东西 好 精英密码呢 其实跟刚刚的 是一样的啊 这个就就直接跳过去 快一点讲 因为时间有点残 有点残 怕大家又又累了啊 啊 那么这个 你看啊 这个 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手板 是吧 手板手将 加手说背 啊 但是的话呢 这个位置 是第一次 对不对 那么这个第一次之后 我们就 等什么 等等地点买 但是的话呢 这直接打漏了 那么直接打漏了 那打漏了 不要了吧 对吧 那么就重新 重新再来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又没有很明显的 一个底部形态 哎 那么下面 这个位置可以了 B出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 出现以后 你看啊 他再往下洗 没有破 对不对 没有破 而且的话呢 有个缩背啊 那么位置 这个这个是OK的了 这个OK的 也就是说 前面是高位 这个是低位 相对低位的 那么 类似的位置啊 类似的位置 那么这个打到 右风的位置 那么这种的话呢 也不能做 也不能做 比如说回调才做 就是我们任何一个 手板手枪 都是等回调做 不是那个做啊 记住 那么这个右风 对吧 那么右风打上去 现在洗盘缩亮嘛 你看缩背多好啊 那么看这个位置 多漂亮啊 第二天 一个搞开就上去了 好 那么这个掌停加长枪 加缩背啊 你看这个 这个也是啊 第一次出现了 哎 好东西 主力来了 主力说我来了 啊 主力打个了板 还撑把旗子告诉你 我来了 好 来了 又又又掉下去了 掉下去没事 等呗 等下面出现凹 对吧 那么出现凹 你下面可以买 如果你不买 那么 你就就就就不买了 你不买就算了 但是你的事 至少来说你能够看懂 哎 下来了 你就知道主力开始来搞筹码 洗盘 对吧 你就找地点做啊 找地点做 有回踩的 你看壁柱 壁柱是一个长阴加长腿 对不对 长阴加长腿 踩线 长阴加长腿 加踩线 才是属于一个啊 比较好的一种组合啊 属于控架啊 控架 那么第二天是一个缩量扬盛啊 那么下引线很短 高开跳空啊 那么就确论了 确论了 打到这个地方的 那么我们就出出货 就OK 卖掉啊 跟我们没关系 好 那么这种地方的话呢 就就这样看 啊 交易细则的话呢 就是 有底不破 回调 回调 阴线 啊 低吸买啊 分时找买点 这个用量波的技术上去做啊 那么 板后 洗盘 高 高量不破的啊 不回调的 找分时买点啊 好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 嗯 啊 那么这种的话呢 就是啊 这种 这种明显 很典型的一个回调买 回调买 找前面低点啊 因为前面是有 有一个精准点的啊 找低点买 这是属于 有底不破啊 有底 这有底的 有底不破啊 回调找阴线买 那么啊 阴线买 其实啊 他们会讲 阴线的一个意思 其实阴线的话呢 并不是说 一定是大阴线里面买 只要前面是阳啊 我们说平衡 平衡位那一刻 有讲吗 上涨为阳 下跌为阴 在我的理解 阴线买 就是指回调买 回调 你找一个你要的位置买 啊 好 那么像这个 这个案例啊 这个案例啊 出现一个板枪 下来之后 因为暴风这条 当时我做的票 同学知道啊 二起的时候 那么板枪 你看这是 他出现的位置 是在类似于右风 对不对 类似于右风 而且的话呢 假阴真阳啊 很好 那么这一天 低开之后就一直上 但是这里的话呢 没有买点 冲高不买的 那么等回调 不给 你直接封板就算了 我不要了 你给我机会 我在后面买 啊 那么的话呢 就是等 后面找机会去做 同时找买点 那么这种也是啊 这种也是 但是这种话呢 确实啊 要有 要有 有有 比较好的一个 技术啊 这个 说是简单 实际来 实际操盘 还是比较 比较 比较难的啊 因为要尝试 这个一个训练 训练 那么啊 这里的话呢 再讲一下阴线的战术 阴线战术的话呢 啊 这个逻辑 技术要点 交易器的其实的话呢 跟刚才的逻辑是一样 因为我们的逻辑是通用的 通杀的 不会说 你这个战术是 战法是这个逻辑 另一个战术战法 是另一个逻辑 其实是一个东西 所以的话呢 你只要把逻辑之为弄通以后的话呢 你再去学量播呀 去北极学高级班啊 听王子老师讲 那些高级的课啊 会非常轻松 非常轻松 所以说 我这个基础 把你们上的直啊 可以开玩笑啊 好 那么阴线战术的逻辑 什么是阴线战术 记录的原因 那么首先刚刚说了 阴线战术 其实就是很简单一句话 按我说的话 没有那么高深 在我这里呢 很多东西都很简单 简单的原因就是 我们理解逻辑了 阴线的战术 为什么阴线 因为我知道主力在这里做洗盘 对不对 比如说W1W2 阴线调下来啊 缩量阴 金针彩线等等的 我去分析去看 那么下跌为阴 上涨为阳 对吧 那么这种就是我认为的阴线啊 并不一定是某个架筑的阴线啊 那么介入原因就是因为主力建了仓 成本洗不下去啊 这里出现板后枪洗盘 从奥金方向下来 这里肯定是不破的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好 那么技术要点 就是确论 重点的话呢 就是确论主力建餐 这个位置 喝点水 第二的话呢 就是确论单前的位置 然后介入时间的话呢 因为有有 同学都其实都知道 就说 介入时间的话呢 一般是回调之后的 第五天 第八天 或者第十三天 费布拉契的系数啊 五八十三 后面是二十一 再后面是三十四 再后面是五十五 等等 一个加一个 一个加一个嘛 这个往后推就可以了 不管他 那么 结束时间的话呢 一般来说啊 强装强势过 五天内 一般的话呢 就是八到十三天 八到十三天 然后你说老师这是八天 十三天啊 不知道 因为没人知道 真不知道 你说一定是八天吗 不可能 他可能第九天 也有可能 你说一定八天吗 不会 他可能第七天也可能啊 你说十二天也有 所以的话呢 这个时间只是一个参考啊 没有百分之一百 好 那么我们看 那么像这个案例的话呢 你看哈 很明显的 第一 他这个跳空下跌的时候 你看一下 他这个跳空下跌的话呢 是缩倍的啊 缩倍 缩倍量的 那么就是什么说 啊 就是说啊 有假摔的嫌疑 然后呢 再缩倍啊 再摆低啊 再摆低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看到 哎 板枪出来了 那么我们等买点呢 对吧 那么什么时候买呀 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哎 第八天 对吧 第八天正好是出现一个 平衡位啊 那么这个平衡拐点 B柱 是一个缩量的阳线啊 没有下引线 很好 那么你买进去 第二天给你一个吧 啊 那么这个是八天的一个时间周期 那么重点一点的话呢 其实啊 时间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主力成本位 这个才是重点啊 时间你说第七天也可以啊 你说第八天也可以 你第九天也可以啊 这个不是重点 好 那么但是他经常会有种巧合 经常会有种巧合 好 我们看这个 好 那么前面的话呢 啊 因为 前面这个板枪的话呢 是中间隔了一个一个一个架柱的 哈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啊 这里 这里不一定好满 那么这里A的话呢 是出现一个平衡位 看见没有 A出现平衡位 那么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的 你看 整个这个阶段啊 那么这个位置是比较OK的 啊 因为这里刚刚调下来 这个 本身就是说主力 这里 统筹满 你说老师 老师这里有个平衡位 不好 为什么呀 因为这里 刚刚捅完之后 就是要洗盘 这两天还没洗盘呢 这两天不够的 所以的话呢 就等 等到后面 出现了一个平衡位 又是个 一下影线 哎 这天一摆进去 对吧 从高走 也OK 好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就没有 没有好的买点了 没有好的买点了 高点附近啊 一直往下跌 没有 好 那么看这里 底部出现了一次 我们要的 展停买架枪 对吧 那么 阴线战法就是说 回调买 在哪买呀 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第七天 第八天起来 是不是少了一天 刚才 刚才是第八天 所以的话呢 这个还是核心在哪里 核心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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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 好 那么我再会走 好 那么 这一个的话呢 是一字板 对吧 说了一字板 主力告诉你 我来了 拿了筹码 对吧 好 洗盘 洗盘之后 出现板枪 好 那么板枪下来 找一点买 那么几天 一二三四五 第五天 第五天就拉起来了 就拉起来了 那么如果说你这里 再去数的话 这个不符合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这个不属于 这个不属于板枪 那么要 这种才属于 这种属于 低开的嘛 要跳空低开的嘛 还捅了一下 所以的话 这里就没有 这里就这一个 一个买点 那么后面的话呢 不属于 后面的话呢 你可以当作为 这种低点 打漏了 也不好 后面就是没有买点 这里买的话 你也没赚 你也不赚 所以的话 这个票啊 没有很好的机会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说 第一天主利息筹以后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天起来 注意啊 这也是个 八也是个神奇的数字 多一天少一天 自己灵活一点就OK了 如果说一个 拿了之后 调了八天 你就可以关注 你就可以关注 有没有机会 好 那么 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呢 这个 这种 你可以这样看 就是说 前面戏也是一样的 有一只板就停 对吧 那么这里主力拿了货 但是这里的话呢 非常残 没法数天数 数不了的 这个没法数的 那么这唯一一个阴线买法 就是说 用 就是回调之后 阴线买法 这一天你是没有买点机会的 你没有办法缺了 你说老师这一天我就敢买 买的理由是什么 不可能的 没有人这种神闲 除非你是主力 你虽然说 他是 老师这是底部的大音 长音短注 对吧 那么第二天还来个大音呢 对不对 出现了道题音 你怎么说 所以说这一天是没有买点的 那么第二天高开 才是你的一个缺了买点 那么当天平亮 如果说接近暂停的时候 你看得出来 那么你过顶买也行 底部大音 底部大音过顶买 其实也是一个口诀 底部大音过顶买 也是一种口诀 好吧 那么买了之后 你有可能能够拿到这一波 这个是看运气了 运气了 这种反包板 一般来说是秒板的 不一定拿到 因为你看 因为这些没有量知道吗 这些没有量 没有量打板 通常都是秒板 通常都是秒板 所以说这种板是 可遇不可求 除非你套屎在里面的 我估计你能拿到板 真正买 买不到的 买不到的 好 那么这个 这个是今天同学的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的话呢 他是在这里做的 这里做的 他应该是昨天做的 好像昨天做的吧 我忘了 我忘了 这就是八天 刚刚说的案例 说过了 好 那么再啰嗦两句 我们的话呢 同学的话呢 就是说 因为跟着我学习的 有一期到开始的 一期二期三期 连接在读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那个深圳的番号 最当然说 其实他第一期 已经学得很好 其实我没想到 他还连续跟着我三期 那么说明他什么 很虚心的一个 一个一个人 潜心学习 而且他学习很认真 很认真 他这么学习认真的人 他反正第二期的时候 我就看过他 他说有一 有几句话说的 说 你好像昨天也说了 昨天也说了他的话 就说他看一个视频 我可能一个小时的视频 或者一个小时 他看五个小时 为什么 他看得非常细 非常慢 好好的去学 去理解 那么 就是说每个人水平 有高有低 在于你自己的 努力的成果 所以说 大家注意看 这四个字 拖动了录像的屏幕 稍等 稍等 那么大家自己注意看 这四个字 天道 酬勤 一直跟着我 也就是说 上天是眷顾那些 很勤奋的了 那么勤奋 你要有方向 那么现在是有方向了 大家 我带着大家走 那么大家努力一点 那么 有水平 有高 有低 有学一期的 有学两期 有学三期的 没事 那么大家心态好 不要去攀比 说为什么老师 他学的那么好 我学的那么差 为什么呀 其实没有 在于自己 没有努力的付出 好 那么攀比 这一点来说的话 简单 我啰嗦一下 像小学生一样的 我们这里说的话 不要攀比 因为 不只是我们在股市 做任何事情 都是非常忌讳攀比的 一旦听到 自己 比别人 别人比自己做得好 心里的话 就会很着急 甚至心态会很崩掉 比如说 老师 你看他们都拿板 我都拿不到板 怎么办 展停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么别人学了 用了 研究了 细心的去体会了 用了我说的 展停板的思路 去看票 选票 那么他能够拿展停板 这很自然 因为主力喜欢打展停板 那么你选择票里面 一个板都没有 你怎么打展停板 但是呢 打展停板 我们是服务机 不是去追踢 那展的七八个点 他说我打个板 今天板了 明天跳空低 该五个点套了 你就会说 老师 你这个方法不对 不是这样的 那么在群里面的话呢 经常有同学问我 就说有没有什么票 推荐一下 因为我相信 很多同学 进来的时候的话呢 也是希望 老师要是推荐几个票 就好了 但是我相信 真正你进入学 状态以后的话呢 了解主力思维逻辑 以后 你自己真的会 自己去选票 真的自己会选票 因为不选票 不推荐股票的原因 有几个 第一 国家不允许 推荐票了 那么也是属于一种违法 那么而且 不同的行情 它会随时变化 如果吉拉要出货 那么五行 你们卖票买票 那就只喊当了 这是不允许的 如果说一个小盘古 群里面几百个人 你说这 如果有同学 不小心打到两个零 那你说 就把主力尽到了 尽装了 因为以前这种事情 在北京特训发生过的 一个票正在说 没两百钟 打板了 结果第二天 一直把跌停板 就是 就是有些同学 资金大 吓到了 所以呢 在学习之前的话呢 我相信大家 就听哪个哪个说 什么 哪个票非常好 然后呢 推荐给你 去买了这个票 结果呢 买了很多票 最后没了也不赚钱 所以的话呢 竹篮打水 那个一场空 自己学好用好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盘中的买卖交易的话呢 大家自己去体会 自己去用方法去做 那么我们在 因为在一期的时候 一期确实中心通讯 当时是有一波 很好的未知的 我们有分析 就包括这一次 我们那个 那个宏达 什么 宏达 那个那个那个 就这两天 老板那个 我有做那个票 对吧 我们也是按分析去分析 收盘我也分析了呀 那你有没有去 自己去分析 或者说 你有没有认可我的分析 你有没有做 对吧 我不是去推荐股票给你 我是分析这股票 我说这股票好 可以关注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因为人是有这种 贪婪的本性 这是很正常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最后 最后面的话呢 我们要理解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 炒股 不一定是百分百赚钱的 也有亏的时候 那么尽量做到 大赚 小赔 我经常说 大盘不好的时候 你控制下仓位 我觉得这样就 控制好风险 你简单一点说 真的 你能够一周三个点 能够保持一年 那么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了 因为很多东西 我们预测不了 我们真的掌控不了 简单是什么 叫做 近人是听天命 特朗普明天搞个事情 半夜计较 对吧 那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就按方法来 买了就卖 买了就持股 方法就这样做 到了止损位就卖 到了止盈位也卖 所以呢 最终要一句话 比掌听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心态 所以我们每个人 学习也一样 不能只用眼睛 要多用耳朵 用耳朵是听 因为听 才能听到心里面去 好吧 我不 MM 就 cognitive 酷 剳 它 我们 在这里 没 离 诶 诶 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